那可以解釋一下 那什麼是傳統綜藝 就是傳統綜藝 這個氛圍還蠻廣的 那基本上只要是以綜藝基礎理論 指導的面則之下 對我們人體的健康的方法 都可以算是綜藝 傳統綜藝 比起西醫來說的話 綜藝的核治療會有比較有效嗎 因為我不是台湖 還是台灣 但是我的那個中醫的療程 比較特別 我是在中國 就是在廣州五大學在上海研究所 那中國他們主張的就是中西醫間的治療 所以以前我們在醫學院的時候 除了接受中醫的一個訓練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接受過那個西醫 西藥 生理學 便利學 健康學這方面 成立了一個基礎的學習 所以他們就是強調 中西醫結弱 所以我並不會排斥 雖然我是中醫在治療 但是我並不排斥西醫西藥 因為有時候 我就是要看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時候用西醫西藥 什麼時候用中醫中藥 像我以前在廣東神中醫院 他們是中西醫結弱 很特別喔 雖然我在中國的執照是中醫指點醫師 但是呢 我在臨床上面我可以開西醫藥 我還可以進食座門去開到手續 對 那他們的西醫師同樣 他們也可以開中醫 這很可憐 但是在台灣 我在馬來西亞 不可憐 中醫就是中醫的方法 所以中醫有時需要的時間 會比較長這樣 那倒有不便喔 如果是練證正確的話 那要中藥下去 或者是針灸灰癌之後 他能夠馬上恢復 全兩個不舒服的症狀 中醫 可以說的話安全嗎 他會不會帶來任何不作用之類 中醫中藥到底安全 其實是安全的 但是需要在專業人士的一個指導 之下的使用 那像在臨床上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患者 就會去相信一些偏方 這個偏方的話 就不是中醫 不是中藥 雖然他用的是這些同樣的東西 比較重要的 對 但是他沒有在中醫基礎理論 指導的原則之下使用 這個就不是中藥 所以其實那個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是 所以在中醫中藥 我覺得他的優勢就是說 他在這個可逆的時候 他可以幫助我們恢復健康 這個方面 而且他相對於西醫西藥來講的話 是 還算是比較天良 對 那今天就 這樣 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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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